现在国内心脏装支架有滥用的趋势 媒体报道最多一个医院给人装了十几个支架 我觉得这心脏还是心脏 说这个支架国内产的8000到1万 进口的当然好 进口的是1万多到2万 但是往往从它的出厂价到最后患者花的钱 之间相差9到10倍 我一听这个9到10倍我想起什么来 我再给大家揭个密 但是你可别觉得恶心 你看我 你甭瞧我这岁数 我还估着牙呢 这都是这个牙医给我忽悠 说我这个牙要不趁着四十几岁的时候 把它给调整好了 我这个很快 那我就是齿摇摇而发苍苍 到老了再弄牙 连个支点都没有了 所以让我这个矫正 这个东西啊 叫做investy 它是你看 大概两个星期换一副 两个星期换一副 就是要带一年 最后慢慢把你的牙矫正过来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它是美国的 我美国的朋友跟我讲了 我这个牙医的这个给我要的这个钱 是美国他做这个的十倍 为什么差这么大 就支架这事 我看这个报道奖啊 中国人太会赚钱了 主要是中间渠道太多了 从这一出来 什么哎 全国代理吧 接下来全省代理 全市代理 全区代理 全镇代理 分片代理 一直到最后到医院 每个环节抽两成 每个环节抽几成 这个价钱就上去了 当然这事啊 我毕竟是外行 主要是这事让我想起来啊 装支架还是不装支架 this is a question 这是个问题 当然有些情况哎 一定要装的 但是也有些情况 医生给你讲啊 装是50% 不装是50% 你觉得你装不装 我哪知道装还是不装呢 哎 有的朋友 他就是硬气 就是说我就不装 随身揣这个硝酸甘油 哎 不行了 我就靠这个硝酸甘油 就是梳张 快速梳张血管 不行 我就靠这个 哎 我可以很多年 我就不装支架 我其实啊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啊 我的这个亲身的经历 这方面 因为 男人 我觉得在40岁到50岁之间呢 往往会经历一个 心脏事件 但是对这个心脏事件该怎么看 你像说冯小刚导演 还有这个葛优啊 他都是说在片场啊 哎 闹过这个 好像说就不行了 紧急送医院 这个葛优 随身也揣着塑胶救心丸呢 可是你说他这算心脏病 还是不是心脏病 我们强强三人行 要不是说有缘呢 这个有个嘉宾 徐子冬老师 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他装了三个支架 他装支架那一年 就是正好是8月21号 我们的生日 我就听说他装支架 我打电话 慰问他 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看 咱们真是同一天的 这几天我也觉得 这个胸有点发闷呢 结果放下电话 我坐火车呀 到这个香港的中环 是请人吃饭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胸闷呢 我就觉得这个心跳也快了 我当时脑子里就想 我是在中环昏倒呢 还是在医院昏倒呢 结果我到了 威尔斯亲王医院那一站 我蹭一下 我穿着就奔了医院了 一进医院 我跟这个医生说 我心脏不舒服 哎呦 香港医生 能把你给吓死 当时几条大汗 把我摁住 抽血的抽血 量血压的量血压 他各种数据 然后有一个护士 拿这个小本问我 哎 头疼不疼 背疼不疼 哎 头晕不晕 想不想满地乱走 哎 他把我给问慌了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想满地乱走 但他写下来之后呢 他走了 我突然觉得 我想满地乱走了 可能满地 想满地乱走啊 也是一种症状 就是你 坐不住 后来 这医生检查了 跟我讲 你这个血管啊 堵了25% 你说你啊 心脏病啊 惯心病啊 说你抽烟吗 我一说 我抽烟多少年 哎呦 我跟你说 这个香港这个医生啊 只要你有抽烟史 那基本上 你就打入另类 就说你大家伙 不知死活 全是 你就 他一脚踏入鬼门关 后来我们老板 对员工很好 就专门联系的府外医院的名医 来给我看 哎 我发现真不是一个风格 就是香港医生啊 是愁云惨物 北京医生啊 是一扫而光 说你怎么回事 我说我读25% 25% 那你正常啊 我说这正常 他说你这个岁数啊 血管狭窄一点 你还怎么着 你还盼着你 你不狭窄吗 啊 这我见多了 甚至啊 这还说 我说那我要那个戒烟吗 他说 这个毛主席 没戒烟 我也活那么大岁数 哎 真不像医生说出来的话 是不是我觉得北京 他这个医生啊 见的这个病例多 所以香港大夫眼里的事 在他眼里 那都不叫事 而且 这个 但是呢 香港医生给我扣了个 冠心病的帽子 我就发现 心脏 它是跟你的这个 大脑啊 神经啊 这个联系太紧密的一件事 他给我扣了那顶帽子 一直到现在 我跟您说 就说喝白酒这件事 哥们就算废了 为什么呢 我一喝白酒啊 我就觉得心跳 其实呢 喝白酒本来就心跳 但是这个心跳啊 你觉着你是犯病了 然后呢 你还加上紧张 他就停不下来了 然后能整晚上失眠的 嘣嘣嘣嘣嘣嘣 就这么跳 干脆就不喝了 有一回 我还找一中医 这中医说 嗯 因为我跟他说是冠心病 这中医说 我给你开一种药材 哎 他里边有什么鹿绒啊 还是有什么 专门开窍的 就开你心脏的这个窍 好 弄得我呀 这半个月就是 晕晕乎乎 然后呢 这是我有名的段子 我又去府外医院 人家给我找着一个医生 这医生也姓豆 也有意思 这医生从手术室里刚出来 穿着那个手术服 手套好像还有血呢 哗出来 你怎么回事 我拿片子给他看 我说我冠心病 这些天我一直觉得 好像这心脏就不行了 我说我是不是心梗啊 他说你怎么上来的 我说我那个从楼梯上来的 他说你心梗 我跟你说你心梗啊 一步楼梯 你都上不去 我说我这凶闷啊 好多天我都觉得闷啊 他说你闷 我还闷呢 这豆医生说 说你没事 你回家去 你做点那个出点汗的 微微发点汗的运动 这个出点汗呢 也能降低血压 结果你看 就是他这一席话 我一离开这个医院 半个月以来的不舒适 一扫而光啊 所以我那想起 就说徐帆啊 徐帆这是个 这个这个做太太 真是挺好的 他就说在美国 就冯小刚有一次 这个心脏跳的大概 有100多下了 但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啊 就是徐帆就摸他的脉 徐帆就跟他说 说是有点快 也就是90下 也就是一分之90下 你看这个心理啊 关系很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到最后 我也弄不清 我到底是心脏病 还是神经病 最后我觉得 我可能得的是 心脏神经病 有一种叫 心脏神经关能症 据说有10%的 像是心脏病的症状啊 其实是这个 这个大脑神经 跟你的心脏啊 息息相关 所以心脏觉得不舒服 一定要看 但是呢 也别慌 心脏事件带来的恐惧 也有好处 他让我戒了烟 那个时候 我已经一天抽三盒了 现在恐惧也有好处 我应该这个算是戒了吧 有 our own 我们下期见 他在这边